而花林县政府原民处今年办理112年度 花林县原住民族部落事务组长 继妇女干部联席汇报 原民处长杜顾塞运亲自简报说明 今年度四季重要文化推广活动 而部落头目以及事务组长 除了是期盼团结发展部落建设 妇女领袖干部也纷纷表示 期待妇女声音被重视 两性平权能更加落实 来到瑞穗国际知名温泉酒店办理 112年度花林县原住民族部落事务组长 继妇女干部联席汇报 花林县政府原民处长杜顾塞运亲自简报说明 今年度四季重要文化推广活动 我们今年的工作重点 我们希望能够让我们的所有的原住民 有更多的光荣感跟自信心 所以我们在1到4月的部分 我们会以这个编织艺术跟手工艺为主 来来铺陈许多的活动 之后呢 我们会启动南岛造州的计划 那另外我们这个联合丰年节也会扩大的举行 那么10月份有我们传统的 巴黎巴黎音乐节会在狱里来举办 全县13乡镇四个部落头目 部落事务组长以及部落妇女领袖全员到齐 将现场集的水泄不通 部落总头目们都支持肯定 县政府在足以语文文化推广上 也期盼花林县各族群各部落都能团结 发展部落建设 在文化方面也是非常有重要 为什么 外地让世界上知道我们这个原住民文化 更希望我们的县长能够尊重我们这个文化 目前乡长还有地方人士议员还有代表都极力要珍惜做这个 明年都要做这个建设 其实我们的那个马下廣场是我们最大的目标 希望那个县政府还有人民会帮忙我们这个促成这个 各族群各部落在部落事务文化记忆上虽皆以男性为主 事实上部落女性也占举足轻重的角色 因此现场部落妇女领袖也期待 妇女声音被重视 两性平权更加落实 那大部分呢在部落里面妇女的缴税也是很重要 那部落的妇女也希望是说我们同时都能够被受重视 这样 我们就是要从我们自己的部落认同开始 认同自己的部落 然后扎根我们自己的传统文化 进而呢在教育方面 就是亲子家庭方面能够更增 更能够增长 一整个上午的联席汇报 现场部员民处也进行各项政令宣导 与各项政公所相关客室业办 以及各部落头目事务组长妇女领袖 进行交流讨论 现场许正卫也特别到场致意 勤勉大家共同努力发扬传承族群文化 记者是日蓝瑞瑞采访报道